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小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天晚上我們來告訴大家 很多事情都想知道的 就是誰花了兩億美金這個說法 要柯文哲當副手 現在這個狀況被影射到郭台銘 郭台銘這邊陣營是否認 但是有人就說柯文哲隨便講了一個內容 你必須拿出證據來 否則的話你怎麼能夠知道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那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演變到這整個的狀況 當然柯文哲陣營就說我有證據 我有資料 可是在你拿出來之前 大家都認為你們是掰的 那我在講為什麼要講掰的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狀況 柯文哲已經信心被擊潰了 他自己發文說他一度覺得 他覺得他可能選不下去 這個也符合了我之前聽到的獨家內幕 就是已經有很多企業界人告訴我們 他就講說事實上當時他們看好柯文哲 是因為柯文哲會跟郭台銘合 柯文哲會跟國民黨合 現在柯文哲走自己的路 他們對他就已經沒有興趣了 所以今天柯文哲他發文說用冷淡來形容 第二個重點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在這裡他選不下去會有什麼結果呢 他要打的是一個同情牌嗎 那我們看賴清德跟蕭美琴的部分 雖然有一些國民黨人士說 蕭美琴你到美國去你的飛機票誰出了什麼的 那你就問一下侯友宜啊 侯友宜不是請假嗎 侯友宜今天做的任何事情 他有沒有認到所謂的公帑呢 我認為蕭美琴他就是已經不但是請假 他也辭職了 那今天你大家可以問說 他是怎麼樣的狀況可以去問清楚 那我就問侯友宜好了嘛 侯友宜你請假了 那你不是也參加很多所謂新北市的活動 請問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那我就覺得趕快嘛 現在呢該請假的該辭職的 趕快把它完成就好了 那第三個我們要來講到的 就在今天這個事件當中 蹦出來一個嚇了一大跳 就是華爾街女神為了徵產 她跟她的媽媽聯手去殺了 她媽媽的小姑 這有點複雜 但是問題是就是要分新一路的房子 這個讓我想到什麼 有沒有像藍白河啊 你已經有了你還不夠 你還要去殺人 你是華爾街女神耶 好我們今天的內容跟大家講 當然也包括了就是 趙少康是不是已經蓋過了 誰蓋過了侯友宜 這下侯友宜是會變成婦的 來我們來看到哈 柯爆出選不下去的這個說法 華爾街女神殺人 好那我們今天講到這個事情啊 其實最重要還是在於 大家說該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你也爭不來 啥柯文哲自爆 可能選不下去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現在要來告訴您的是 三組人馬 其實兩組當中都暗潮汹涌 事實上除了賴清德跟蕭美琴之外 其他像是侯友宜跟這個趙少康 或者是柯文哲跟吳欣營都非常的不穩 他們有各自的問題 就是非常非常的shaky 怎麼講呢 我今天就來跟大家挑戰這兩個人 柯文哲還有侯友宜 柯文哲他因為可能選不下去 他出了兩招 我認為這兩招可以理解 但這兩招不是好招 第一招就是他傳出來說 他爆出來說 兩億美金叫柯文哲當副手 很多人在想這是不是掰的 這個意思是什麼 凸顯說我柯文哲人格偉大 有人給我60億台幣叫我退 我都不退啊 但是大家覺得可能嗎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可能隨便的人在詐騙他 他講出來就是要自台身價 我要問你所謂的60億台幣 到底是誰 你都不能講誰 我今天也去追蹤 我也去做了採訪 問當事的科辦的人 他們就說呢 我沒有講出來 並不表示我沒有證據哦 我不會跟侯友宜一樣念簡訊哦 誒話是這樣子講 但是你沒有講出來 我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假的 你可以不用講出他的名字 但你一定要有證據 很具體的證據說 真的有人跟柯文哲講了這個話 那我要來講的 趙少康很奇怪 他本來說他知道是誰 然後今天又改口說我不知道 然後今天又暗示是郭台銘 陳志漢就說 國民黨知道是誰啦 我們有資料啦 可是你沒有拿出來又怎麼樣 我今天雅琴姐作為這個事情的第四方 不甘我事 我這樣看的是 在你公布具體的事證之前 民眾都會認為你是掰的 今天如果我講說 哦你知道嗎 某一家電視台 拿一千億挖角我耶 我可以這樣講啊 大家都是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真的真的 我也不相信啊 誒 這不是很二百五嗎 有這種行情嗎 一千億去挖角有嗎 啊我說有 你們大家就聽一聽 可是旁邊的人會覺得很可笑 第二個就是 你要用苦肉計來募款嗎 因為柯文哲發了一個文 他說我原文照念 他說很多原本答應贊助的企業主 在藍白河破局之後變得冷淡 只是祝福我們好好努力 我必須承認 這讓我一度懷疑 我們有限的資源 能不能夠打完這場仗 當然他最後就講說 哦我會努力啊 大家怎樣 我覺得這是賣慘嘛 就是說你們大家趕快捐款給我 我到時候要靠你們的錢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柯文哲缺的不只是錢 柯文哲缺的是誠信跟人設 你的人設在你的反反复复當中 已經摧灰殆盡 當然呢侯友宜念了那個簡訊之後 人家郭台銘跟你講的話 你就把它賣掉了 這是不符合我們台灣人的個性 我們台灣人是怎樣 我們台灣人不能做事情 做到這麼絕 我們不能這樣做 還有呢你的什麼沒有了 就是你的誠信沒有了 你說我這個跟國民黨的密室 馬關條約被關在裡面 我六項協議都遵守啊 除了一項民調 我跟你講除了一項就不是六項嘛 你就不遵守了嘛 所以我就說反反复复之下 柯文哲的總統相已經所剩無幾 當然了趙少康是在插刀了 趙少康說沒有了國民黨的幫助 柯文哲還能夠去哪裡呢 好那我們相對於此 我要來看的是蕭美琴跟賴清德 那蕭美琴他回去做交接的這些工作 他發文說能夠代表台灣駐美是我的榮幸 那我們就看到這次賴消之間說的是 美德贏台灣 你可以說啊這名字怎麼那麼都厚 說起來是美德 而且不但美德贏台灣 美德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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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哏也非常好 但是呢我們要來講到國民黨 我們今天還要跟大家來算一下票 國民黨方面包括趙少康說 我只要把柯文哲打到20%以下 好我就可以贏 我跟大家講他的算數不太好 應該結果不是這樣 然後柯文哲拿了一個吸管 到處去找血來吸 現在他找不到地方吸血 我覺得you are on your own 我們要講什麼 扣你自己啊 你現在就是說一切回歸正常 就是說民眾黨四年的民眾黨 該是在什麼位階就在什麼位階 之前的確大家把它膨脹到太高了 你現在回到原來的位置沒有關係 你繼續的打拼 好好的做 還是慢慢的可以往上走 那當然在這裡呢 國民黨就算計了 哎呀我找了趙少康 我找了韓國瑜 那真的是藍營的雙王牌 但是我要講的是 真的是這樣嗎 我剛剛說 你看柯文哲 他對這個吳欣營 今天就蹦出來說 吳欣營有捐過錢啊 那柯文哲心裡 打心裡真的是欣賞吳欣營嗎 很多的耳語傳出來 那對於這個侯友宜的部分 侯友宜他心裡也會覺得說 我是當家的 為什麼都是趙少康在那邊講話 好那我們今天還要來告訴大家 等一下我跟大家說的 韓國瑜更有意思了 韓國瑜呢 現在有韓家軍 至少五個非常知名的韓家軍 他們全部表態就說 我呢不見得是挺侯友宜哦 我要挺的是誰 我要挺的是柯文哲 因為他們要讓韓國瑜 未來在立法院 能夠當到立法院院長 好啦真的是高來高去 今天我們來看到 不分藍綠的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我們首先要來講的 就是這個一軍啊 羅一軍告訴我們說 中國現在有流行 大概七種病 大家呼籲大家 在春節的前後不要到中國去 很危險 這裡有一個小妹妹 在台灣的小妹妹 你看她這個所謂的梅將軍 她的肺已經變成整個都白了 再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來看的 猴皮趙古嗎 為什麼搭配趙少康之後 猴友宜的政策都是往中國方面來靠攏呢 再來看到的就是小力元 她在今天也做了分析 有關於選情的部分 她怎麼樣來解讀 還要告訴大家 剛剛說這個華爾街女神 陳麗婷 她如果是共犯 她會犯下什麼樣的罪 罪行在哪裡 好 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在今天新聞重點 我們要來告訴您的 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的 兩億美金要科當副手 趙少康下午在中廣大樓 又家場接受媒體的專訪 他說你柯文哲 不要再故弄玄西了 問我這四個參選人 誰有這個能力 你猜不到嗎 那這樣子就在影射郭台銘嘛 郭台銘發言人 黃世修就說 絕對不是 而且要朱立倫 你直接跟趙少康去探聽一下 另一方面 柯文哲選不下去嘛 柯文哲在臉書說 昨天0730的成會 黃國昌也來參加 看到財務長滿臉愁容 晚上回家直播 他竟然發動 齊西式的捐款 號召一人五百 萬人五百萬 不達標 還不下線 結果後來整晚收到 超過八百零六萬 事實上好像更多 有一千多萬 黃國昌的確是吸引大家來 但是我說真的是 你拿到一千多萬呢 也不表示 你有足夠的錢來選舉 我們都知道 柯文哲說選舉 有人跟他講 要二十億五十億 不管多少錢 你的陸軍要怎麼打 那我們今天再來告訴大家呢 賴銷的最新行程 賴清德今天五點二十分出席 中華民國第四十六屆 海外華人第三十二屆的創業楷模的典禮 在圓山大飯店 他就說政府會協助企業做整個的淨零轉型 當然呢 我們在這裡還告訴您的 蕭美琴在二十二號之前有影片曝光 他跟蘇巧惠邱毅營 去這個民進黨中央附近的便利商店買東西 他就說我非常喜歡吃台灣的茶葉蛋跟滷肉飯 現場好像很多人找他來排隊 來這個拍照 好 我們今天的內容跟大家講 金馬獎的應該是副影帝嗎 我覺得是陳沐毅 陳沐毅他是等於是男配角了 很厲害 那蕭美琴的四隻貓 我們看到他的名字 名字取得也很特別 柯文哲真的有拿吳欣營的錢 不是兩萬 二十四萬多 還有有人說高宏安 晚上跑去一個地方喝酒 那個照片曝光了 後來比對了半天 還好不是他 再來告訴大家 惡火七個人 五個人不幸死亡 我們來看到呢 在今天內容當中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 2023年的代表字 我們小時候讀書 不是都讀那個 韋氏 韋氏 韋氏字典 對不對 他選出來的 真的是 我都覺得他字典的字好難 對不對 我可以 寧可念那個大本一點 沒關係 韋氏的字典很好 但是呢英文字典 他說這個字就是 authentic authentic 真實 可能我們一般用字會用到 true 對不對 不是 authentic 就表示很真實的意思 那我們就說 因為他說現在的社會當中 虛假的事情太多了 虛假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說呢 相看兩相宴 但相看兩相宴 以前 比如我們講的 曾經是戰友嘛 林昌佐跟黃國昌 兩個人彼此都互看不爽 一個說你為什麼加入民進黨 另外一個說你為什麼加入民眾黨 還有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姚立民跟趙少康 兩個以前都新黨的 現在彼此都覺得對方有問題 姚立民說趙少康每次都講戰爭 真的有戰爭嗎 講那套沒用 但是我要講 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 過去就讓他過去對不對 隨風而是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內容當中跟大家報導的是 六十億副首陰謀 還有就是賴消要拼四十五趴 那我們看到這拼四十五趴 他們有二十三場的活動要來進行 還要告訴大家的這是誰啊 我覺得 我覺得業員之真的是紅了 這是誰啊 他這個像趙少康嗎 實在是畫的有點奇怪 好陳沐毅駁斥說 他有念過劍宗 但是他講了政治的話題 講到郭跟柯整個爆紅 來已經倒數四十六天了 小英親自出馬 還有我們知道 以哈之間的停火再延兩天 因為又有第四批的人質或是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在這新聞重點當中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講的就是呢 柯文哲點了一把火說 有人說給他兩億美金 讓他當副首 但問題是這把火他滅不了 他會燒到自己 為什麼 你的誠信會在復工啊 大家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講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真的話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如果假的 那個人是詐騙集團 你就把他公佈啊 為什麼不能夠公佈呢 我們看今天的報導 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現在講到柯文哲 他講的這個兩億美金 他們其實是要勘托到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打回來 打到郭台銘怎麼回事呢 另外呢 再來看到趙少康 他會不會因為NCC 要中廣來說明他怎麼說 我們也會談一下這個部分 驚爆11月28號 驚爆11月28號呢 我們就先來講到 第一個掀起三風暴的 60億美金台幣這個說法 第一個兩億美金虛擬的 是假的嗎 兩億美金相當於60億台幣耶 趙少康說柯三千什麼意思 柯文哲只領先丁手中三千票 你在那邊叫什麼 這個是趙少康說的 第二個呢就是賴銷45% 還有呢第三個就是小英出手了 還有黃國昌是被柯文哲給買了 因為就是跟他講說 未來我當選 你就給你一個法務部長 所以黃國昌這麼容易 就進入到民眾黨當中嗎 好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趙少康今天上中廣的節目 因為他是中廣董事長 又上中廣節目是有點奇怪了 他在這個節目當中就改口了 因為呢他昨天晚上 在台北市高中職家長會長的 協會的活動當中說 大概猜到了 反正不是侯友宜了 但是應該由柯文哲來說 他今天改口說 不知道是誰啊 只是猜的了 但是國民黨一窮二白啊 朱立倫侯友宜拿不出來了 他下午又講說 這四個人當中 你不知道誰最可能嗎 好像就影射到這個郭台銘啊 那柯辦就強調說 國民黨知道是誰 的確有這個人 相關證據也有 也是過去當過國民黨 高官的人提出來的 但是國民黨高官這麼多 你不講出來 好像也不知道是誰嘛 然後我們評論是 第一個 柯文哲陣營影射 國民黨相關人士 第二個 傳出來柯文哲 瞎掰是要炒聲亮 那我是覺得 柯文哲應該有具體的證據 顯示真的有人 對你詐騙 真的有人跟你講這個事情 就不是做夢也不是想像的啦 那案外案就是說 趙少康又爆料說 侯友宜是在11月23號才問他 來當副手 那就是登記前一天 然後他也知道年輕人 他的票要比較多 但是他問年輕人 為什麼支持柯文哲 說因為他好笑 他就說好笑可以當總統嗎 但是他就酸柯文哲 你只贏丁手中 3567票而已 那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講 就是國民黨對 趙少康的這個做法 還有呢 就是趙少康就說 他要怎麼樣來贏柯文哲 我覺得這個事情會牽動到 包括賴清德的部分 今天呢 聯合報的民調燈非常大 在頭版出來 聯合報的民調代表著 是藍軍的這麼一個思維 結果在這當中 侯友宜是暴衝的 但是還是老二 然後柯文哲還是在老三 你可以看到 趙少康認為說 我打柯文哲 打大到民調20%以下 他就可以獲得勝利 結果被打臉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的前提是 賴清德如果35% 柯文哲20%以下 國民黨就有機會 可是你看 賴清德很難在35%以下 因為2008年 當時有扁案 謝長廷仍然拿下 41.55%的選票 所以像名嘴啊 黃偉翰就說 他認為賴清德 是40%起跳 那我張爾晴認為 賴清德絕對是42%起跳 他自己喊45% 我覺得他至少拿到43% 已經是差不多 那可是賴清德要拼45%嘛 賴清德在11月4號說 不管藍白合不合 我都是最好的選擇 未來我的民調會高於45%以上 那如果賴清德在40%以上 你要把柯文哲打到13%以下 藍軍才可能勝 我覺得柯文哲要到13%以下很難了 你舉個例子來講 聯合報算是比較是藍系統的民調 賴清德配31% 他比副手加入之前增加1% 表示民進黨的凝聚力是很強的 然後侯康配29% 可是你要看 趙少康加入之前 侯友宜只有比這個少了9% 所以趙少康厲害 竟然馬上就爆衝9% 那柯銀配呢 柯銀配是21% 他等於是完全沒有加分 那你可以看到 你也不能怪吳欣盈 很多人說他其實大家熟悉度沒有那麼高 小力元說的 那你看他完全沒有加分 以民調來講 未來不知道可以再做民調 但是柯銀配是輸給侯康配 輸了整整8%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到 這裡面有49%看好 賴消配能夠贏 侯康配只有20%看好 柯銀配是10% 所以你看看好度 還是賴消配幾乎將近50% 那我們現在再來跟大家講 現在賴消怎麼合體來拚 你可以看到蕭美琴 他PO出了很多張的照片 那這些照片當中呢 說能夠代表台灣派駐美國深感榮幸 當我踏上另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時 衷心感謝過去三年來 一同努力強化台美關係的所有人 而在這裡呢 當然就引起國民黨之一說 欸你們沒有准嫁 怎麼樣 有有准嫁了 因為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 今天就說已經請假獲准 然後由鄭榮俊公使 代理駐美大使 所以並沒有空窗期 然後賴消全台23場大造勢要開始 他們要拉抬立委10%的基站區 希望能夠過半 那我們就來看到今天的建議徽章也開賣 這個我在現場也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好不容易拿到這個 我覺得如果有這麼一個造型是不錯的啦 就把它collect在一起 全部都把它黏在這裡 等一下會看一下現場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講 其實在這當中黃國昌今天在立法院剛好巧遇了林長佐 然後呢黃國昌就說他不理解林長佐為什麼加入民進黨 然後林長佐也覺得不理解黃國昌為什麼加入民眾黨 而且前世代力量的秘書長也就是律師陳夢秀就說 黃國昌被柯文哲用一個法務部長的位子就收買了 所以呢今天還有黃毅川加入戰局 黃毅川說搶救他 他排在不分區裡面 再多100萬票他就可以上了 他就叫誰 他就叫這個黃國昌來辯論 他說如果你覺得人太少 把謝龍介也找來了 那小英今天出馬很厲害 哇 吳思瑤幫小英弄頭髮 他說我不是選第三任喔 我明年5月就畢業囉 好啦也要關心 以巴第四是放人質 那人道停火再延兩天到30號 竟然放11個人 包括了9個女 9個童 9童 兩女 有這個兒童當中有3歲的雙胞胎 你看看現在還有多少 還有175個人 仍然是在被俘虏當中 美國新增2710例 9個人死亡 一人參的報導 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大家來看這兩個引起討論的話題 所謂的 兩億美金 到底是誰給的 沒有說出來 其實柯文哲會很尷尬 為什麼 我們來看 請他跟我一起辯論 你如果讓人不夠 人太少 你能找到 你只要當副手 一億美金 27號上廣播節目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再爆料 有人開價一到兩億美金 要他當副手 引發各界議論 我想國民黨方面也都很清楚 那這個人是 的確有人的 這個相關的證據也都是有的 那是誰在中間穿梭 釋放了很多的假消息 或者是干擾 開價的人究竟是誰 柯正英似乎亦有所指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 趙少康否認 直說國民黨已經一窮二白 不過神秘人到底是誰 請一晚趙少康說 大概猜得到 事隔一天卻改口 難道是指鴻海集團 創辦人郭台銘嗎 對此郭伴極力否認 讓兩億美金神秘開價者成了謎 不過柯文哲創 照著話題 或許是怕退黨潮延燒 民眾黨一跌不起 有人講說叫鯊魚戰術 或是野狗戰術 那其實我們去把這些話拼起來 就發現不斷的 柯文哲是自我創造前後矛盾 很酸用爭議就聲量 另外柯文哲還提到 有自稱美國參議員助理來溝通 希望民眾黨退讓 更聲稱AIT主席會來致電 後來證明是騙局一場 但這似乎也反映柯文哲 和美方之間聯繫不暢通 好 講到美方之間聯繫不暢通 但是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之外 另一方面蕭美琴則是在美國發出了訊息 他馬上就要回到台灣 但是國民黨今天有不同的意見 在做了三年半的辦公桌前 與同仁交接繁重的外交工作 蕭美琴在利潤大使相片的槍牽 留下告別的慘烂笑容 助管同仁大合照黎晴依依 一路送他上車離開代表處 蕭美琴轉換身份 參選副總統壓力可想而知 重回政治戰場 蕭美琴壓力大 卻早有心理準備 連日來的高升量 果然立刻成了國民黨的攻擊目標 外交部與民進黨立委反擊 一切程序都沒有問題 倒是賴蕭沛成型後 讓綠營吃了定心丸 最新副首好感度民調 認為蕭美琴有加分的 高達65.1% 博得第一名 要要領先藍白陣營的 趙少康48% 與吳欣營的30.8% 好 我們來看到 接下來馬上要迎戰來的 就是23場的內容 好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的是 進入到深水區 為什麼柯文哲他會說 他選不下去 當然我剛剛講說 可能他賣慘 就是說自己很慘 大家可以多募款給他 但另一方面的確 就是如同我們剛剛說的 他自己也寫了 很多企業界的人士 在他藍白破局之後 都對他非常的冷淡 而且說你就自己 好好的加油 他這個是點滴在心頭了 那我們看到這裡還包括了什麼 就是民眾黨的跳船 你可以看到民眾黨的彰化線議會 跳船潮引發了效應 上個禮拜五呢 陳崇佳議員退黨 今天另外一位上個月才加入民眾黨的議員 陳真真也發出了聲明 即日起退出民眾黨 剛好滿一個月又兩天退黨 那宣告呢彰化線議會的黨團正式的滅團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一夜之秋 這是一個現象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再來看的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呢 韓家軍喔 韓家軍這個部分 他的動作說要挺科 因為呢挺韓吳戶將之一的 前高雄市的 鳥松里里長的陳清茂 東北條哥 YouTuber 還有呢就是比特王出任務 都說他們要倒猴挺科 當然這是一個少數的人 陳清茂爆料說 民眾黨向他承諾 會支持韓國瑜當院長 所以他挺科 是要幫韓國瑜來結善員 但問題是我們講到這一點 還要看的是什麼呢 那個錢不夠就是一個問題啊 柯文哲在廣播節目當中說 他目前為止沒有拿過 吳欣營或者是郭台銘的錢 結果被發現呢 他拿了吳欣營的錢 而這個錢是多少呢 一共是二十四萬多 這誰爆出來的料呢 四叉貓爆的料 啊這個就 證據就在這裡啊 我們看一下報道 是要撇清民眾黨 找新光公主吳欣營來當副手 是向財團低頭的說法 打開監察院的政治現金網站 就可以看到捐贈者吳欣營 對民眾黨不但捐過錢 還捐了二十四萬四千八百元 而且這都是在吳欣營擔任立委 以前的捐款 吳欣營他是在 二零二二年的八月十一號 捐了二十四萬多 可是吳欣營他那個地補 蔡壁如的那個不分區立委 是在那個二零二年的 十一月二號 然後所以就覺得說 那這筆錢應該不是 那個不分區立委的 那個責任捐 這個是之前的小額捐款 那我們再把鏡頭移給韓國瑜 看他怎麼說 韓國瑜和四年前的副手搭檔 張善正一頭受邀出席 Jakota經濟論壇 不給幽默本色 因為最近我們台灣選舉 忘記啊 平常是淡記 所以上來看到張善正市長 我差一點叫做動算動算 不自覺 實驗病 這回選戰不當主帥 韓國瑜換了身份 列在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 不過韓粉問習要是只做楊春立委大財小用 應該坐上立院龍頭 挺韓大將陳清貌 動尾刁哥就號召 先向民眾黨釋出生意 拉攏表決的關鍵席次 這回總統選舉要投柯文哲 放棄侯友宜 今天有多回答 但我們來看到呢 在彰化已經是民眾黨跳船了 感謝大家對台灣民眾黨 還有對柯文哲的支持 10月26號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財風風光光現身彰化 慶祝民眾黨彰化現議會黨團 終於湊滿三人正式成軍 沒想到一個月後 其中兩人接連退黨 黨團壽命只有短短一個月 議員陳真真宣布退出民眾黨 好 我們來看到呢 現在大家講到這個東西呢 怎麼樣不合 那也沒有辦法 那我接下來再往下看 現在大家都在打這個小物戰 怎麼說打小物戰呢 我這裡就一個帽子 這是一個 我下去會 帽子生命的危險 頭髮要衝動 這個呢 我們就是借到這個帽子 然後把他這個東西放上去 今天其實很多人都到現場去排隊 如果你有這個一百塊 等於是捐獻一百塊就可以拿到一枚 但每個人是限十枚了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 到底這個裡面的狗跟貓的idea是哪裡來 我跟大家講 蕭美琴有四隻貓嘛 他的四隻貓呢 一個叫做fluffy 這個叫老虎 有點像tiger 這個是阿花 這個是princess 公主耶 公主 那今天出來的徽章 我們比照之後 覺得好像跟阿花比較像 當然呢 小英的貓 蔡翔翔是蕭美琴 2012年 在蘇拉颱風勘摘的時候 在花蓮 秀林鄉的和平火車站撿到的 那你看這隻貓像不像 這隻貓可能也像是 這個原型之一啦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裡呢 我們就來看現場 當然非常多人在排隊 而在排隊的過程當中呢 當然這個開賣之後 有人凌晨兩點就在現場排隊 然後現場大排長龍 那我先跟大家講 今天有出來一個最新的民調 中廣蓋洛普的民調 這兩個民調都有各自的 不同的光譜 中廣蓋洛普中廣對不對 就跟這個趙少康中廣對不對 蓋洛普民調 賴消配31.01% 侯康配30.94% 兩個只差距0.07% 那柯銀配是18.12墊底 是輸的蠻多的 那匯流民調就是被認為 比較有柯文哲 他對柯文哲比較友善的 賴消配36.8% 柯銀配就到第二名了 26.8% 侯康配是26.6% 也指小叔柯銀配0.2% 但是侯友宜兩週之內 上升了8.6個百分點 但是看好度呢 還是賴消配破50%了 51.2 侯康配20.1 柯銀配18.2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大家排隊的 這麼一個狀況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全國競選總部排起長長人龍 瘋場競選小物挺美德胸張 綠色款一貓一狗正面舉手 與白色側面款 眺望遠方 兩種款式都是限量個五千個 沒想到還得抽完等下一波 我早上有一來就排隊 我們十點多就排了 有的人更早 我們十點多排到兩百多號 然後本來就覺得可以相挺 然後又可以買到很可愛徽章 很開心 除了可愛的徽章獸 歡迎以外日常用品 也是熱銷的競選小物之一 之前國民黨跟民眾黨 也有曾經推出過帽子跟保溫杯 到底哪一種風格最受選民喜歡 這個 中間的 中間的 為什麼 因為很可愛 然後放在包包或衣服上 也大手很剛好 帥呼吧 到大家都有很多的競選小物 包括了侯友宜也有 包括了柯文哲也是一個保溫杯 但我接下來跟大家來講 其實在這次的選戰當中 大家會看到NCC 也變成了一個焦點之一 因為現在趙少康 他本身就是中廣的董事長 那我們就要講說 你中廣董事長自己出來選 然後你又讓中廣的人跟你反位 你一點都不避嫌 可是趙昊康就說 按照規定 選法法規定 我要選上了才違法 我現在又不算 然後他就把一堆人都拉進來 那我來跟大家講 在這個趙昊康的部分 NCC就說依照廣電法 將要請中廣來說明 怎麼樣落實參選人或候選人 競選期間宣傳的公平對待 那這個就是說 你中廣要講清楚 你不能整個中廣 頂中廣資歷 全部都幫侯柯來助選嗎 侯康啊 那趙昊康說他還沒有擔任公職啊 可是他今天上中廣的節目 那趙昊康是戰鬥欄的領袖 不算黨公職嗎 其實他不是一個正式的政黨 他就走偏風了 他是戰鬥欄領袖 他不像國民黨啊 民眾黨啊 民進黨 是一個具體的登記的黨 所以他就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NCC也說了 就是針對中加案 就今年爆出三例 透過轉投資上層控股公司 控制了中加股權達到27% 還有中廣案 就是趙昊康先付1億 再由中廣收入一共10億去買 但是呢 47的土地仍然掛在中廣上 就兩個案子都要來查 可是民進黨的莊瑞雄堅就說 趙昊康你該不該辭去中廣動作 就是國人的最低標準啊 你不需要在那邊鬼扯啦 而且講到這個事情之外 我們再講 這事情當然又扯到黃國昌 我剛剛說黃國昌 王毅川整個都炸鍋起來 那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是趙昊康 他在這個業元資的看板當中 結果呢 他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大家說比較像是白鮮勇 實在不像 那在今天的三人混戰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王毅川 他是不分區的第13 他說拼一拼 我要拼上去 他一下要找這個 民眾黨不分區參選人 第二名的黃國昌要來辯論 然後林長佐說 我加入民進黨 為什麼現在講 因為我不能先講 我先講 人家以為我要加入這個不分區 我都沒有 我現在才講 他是為了就是說 要保護台灣 不要讓這個民眾黨 柯文哲動不動 要去重啟服貌 好啦 那今天開始很精彩的是什麼 我覺得王毅川很厲害耶 他不是以前當過 台中市的交通局長嗎 他會說三公的 我不知道三公是怎麼說 他就要說的 我們來聽一下就知道 黃國昌在驅韓國瑜 王毅川嗆瞎 我現在人在我們藍白河看板的這個現場 今天呢 因為這兩天 大家還是持續關注我的看板 處理的進度 從藍白河還沒個譜 國民黨新北立委參選人 葉元之就搶先掛上侯科配的看板 等到雙方分手又圖改新副手趙少康 轉第二波的聲量 藍綠令委選將隔空較勁 為了流量和選票各自找方法 記者林俊廷 羅一靜財報道 好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在今天引起大家矚目的 就華爾街女神竟然為了爭產的部分 跟媽媽一起來殺媽媽的小姑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有華爾街女神支撐的陳麗婷 她為了替六十多歲的胡姓母親 爭奪父親家族數億元土地的遺產 今年九月之間就陪胡姓母親 還有兩名男子埋伏在姑姑的住處 由她來把風 然後姑姑出現之後 母女兩個人連手把她拉往樓梯間 然後胡姓婦人再拿鐵錘 朝自己的小姑後腦跟側腦來狂敲 導致頭破血流 母女兩人都被收押 胡姓親已經過世的丈夫 是台北市東區陳氏家族的長子 家族一共有四兄妹 爺爺奶奶去世之後 留下了上億元的遺產 那胡姓親跟這個華爾街女神 陳麗婷是母女的關係 他們在七年七八月的時候 委託詹姓男子來雇用殺手 還要先用撞的方法 沒撞成然後又幹嘛 我都覺得太誇張了 這個簡直比Netflix還要誇張 我們看以下的報導 好囉 起來起來 菊姓女和婦人兩人身體點壓 倒臥樓梯口痛的不斷哀嚎 牆壁上有血跡 幾分鐘前他們吵得不可開交 意思又補審十足 才從樓梯上滾下來 但這一切其實是精心設計的騙局 你拿過來 女子一動也不動 靜靜坐著看著警方搜索 因為她也是共犯之一 台北市信義區9月29號下午4點多 一名婦女為了爭產 競火童女兒預謀殺害小姑 還原經過今年8月 這名婦女花200萬買凶 預謀製造假車禍 要小姑命上輪下 但已失敗勾中 她不放棄26號上午 在松山區巴德路埋伏 等待小姑經過 火通女兒和一名男子 將她推倒在事先租好的店面裡 試圖營造浴室滑倒死亡意外 所幸路人經過阻止一切 而三天後她再度行凶 備好凶器和推車 一等到小姑進家門 將她推向樓梯持武器 瘋狂攻擊 假設如果成女真的不信 這是相當的難以思議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看到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華爾街女神她本身是共犯 她會有什麼樣的行責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真的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在這次金馬獎當中 陳沐毅的表現都非常受到矚目 陳沐毅她到底說了什麼話 怎麼會扯到柯文哲 然後又說她是建中畢業的 那還有高宏安倍說到底有沒有去一個地方喝酒 後來她說那個人不是她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陳沐毅他在這次因為演了這個電影老狐狸 奪下了金馬最佳的男配角獎 他因為酸郭台銘而爆紅了 因為他說最近不是有一個人很有錢 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把所有的消息都給吃掉了 然後呢在之前8月1號說 KP有一個男性腦袋分成兩部分 左腦的東西沒有一個是對的 右腦空無一物 這傢伙的名字叫KP 嘿這樣很奇怪 所以後來有人傳說她是念建中 她很誠實就發文說 我沒有念建中 我是念延平中學 跟教官起衝突之後 沒有畢業轉到自由中學 現在是光起高中 又跟女朋友私奔 沒有畢業 所以她決定當兵 然後大學考上台大業界部歷史系 然後就轉系到台大的外文系 她不是在打橄欖球 就是在撞球 結果又二一沒有畢業 然後又轉學到國立藝術學院 然後拿到大學文憑 所以大家說她兩次考上台大 樓都歪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我們再來跟大家講的 柯文哲被說 她到底是怎麼樣 據說她12月只有三場的活動 四叉貓說的 就是12月2號的 這個邱成遠的服務處開幕 12月16號台南造勢 12月17號桃園造勢 但我是覺得這樣 我是覺得她應該會想辦法 還有一些活動 因為現在還在安排 可能在廟口瞧一下會出來 那這個高鴻安的部分 我今天看了這個新聞也嚇一跳 就他們質詢的時候 就說怎麼有跑攤的影片 你看這張照片 很像高鴻安 就後來就說不是高鴻安 唱歌喝酒 若是他不得了 嚇到了你知道嗎 高鴻安也看人仔細說 真的嗎 真的嗎 就不是他 就是一個朋友的朋友而已 好 那我們今天看看 今天惡火 在苗栗的惡火 七個人 五個人死亡 二樓是屋主兩大兩小 妻子是越南籍 三樓有三個人 比較特別的是 這一對移工 越南移工的夫妻 當時逃走的時候 老公一下就落跑了 有人懷疑是不是起火的原因 有特別的因素 在偵訊之後呢 現在最新的發展是如何 好 我們的報導 從以下來看 我的外號就是Cat 你的外號是Cat嗎 我是Cat Warrior Cat Warrior 就戰貓 我們在一分鐘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要看到的 現在有人說是猴皮照顧嗎 為什麼侯友宜跟趙紹康搭檔之後 他的政策全部都是親中的 而且沒有符合現在的潮流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的 現在的這個病 據說在中國地區就有 七種的流行病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先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疾病 流行的病 這個梅江菌越演越烈 我們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羅一軍 疾管署的副署長告訴我們 有七個病毒在中國大陸開始流行 台灣現在有一個 七歲的小妹妹也是有了 你看一到四歲 會有所謂的流感跟鼻病毒 五到十四歲 會有梅江菌跟腺病毒 十五到五十九歲 會有新冠病毒跟鼻病毒 六十歲以上 就是有人類兼職肺炎病毒 還有冠狀病毒 今年就有一個七歲女童在台灣 感染了梅江菌 連續咳了五天發燒 照X光片整個肺部都是白掉的 然後當然五毒教主黑龍江 有一個男子PO出他的檢驗單 他有五種病毒全部都感染 那中國的網路傳聞說 梅江菌肺炎是不是新冠的變異 但是專家說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梅江菌是一種介於細菌跟病毒之間 發現最小 而且能夠自己繁殖的病原體 最重要他會有肢氣管炎跟肺炎 那新冠病毒我們都知道了 喪失味覺啊對不對 就是COVID-19嘛 所以大家不要讓這些東西 全部都揪在一起 所以提醒大家春節前後 因為中國地區的流行會比較多 你看現在到處都在大排長龍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剛剛跟大家講到的這個華爾街女神 跟他的媽媽一起去幫媽媽 徵產的這個部分 大家會說一下子小姑 一下子姑姑 對啊 是他媽媽的小姑啊 但是這個華爾街女神就要叫他姑姑嘛 你看到號稱華爾街女神的 陳麗婷替60多歲的媽媽 來爭奪父親的家族的財產 因為他爸爸過世了 就爸爸是四兄弟姐妹之一嘛 那我們就看到這裡面 包括了聯手把姑姑拉到流梯間啊 胡姓夫人用鐵錘攻擊啊 母女兩個人都被收押 台北地檢署間把四個人 依殺人未遂罪來做 她呢是有一個自稱Great老師 華爾街天后交易女神 他自稱他是台灣大學地質系 跟化工系雙主修畢業 而且他金融海嘯之後 以十萬元起家 據說十年賺了上億的身家 可是現在為了信譽區的房子 可能要鑼鐺入獄 我們來看被收押的狀況 從球車上被帶下來 走在最前頭的女子 有華爾街女神的封號 緊跟在後的灰衣女是她的媽媽 以及身穿白色上衣的共犯 三人二十八日早已送至北院 因為他們聯手共謀一起敬送殺人案 這棟位在基隆路上的豪宅 每瓶成交價格近百萬 沒想到這回竟為了爭奪裡面的其中一戶 進而爆發親戚真產的謀殺案 華爾街女神以及她的母親 在豪宅內已經各自擁有一戶 卻還想將孝姑的那一戶 站為己有心生貪念痛下殺手 而這對母女黨為錢財犯罪 早已不是第一次 還有我們要講到 侯友宜為什麼搭檔了趙紹康之後 政策向中國傾斜 第一個他說當選之後 就讓中國學生來台灣就業 林楚雲就質疑說 中國青年失業率超過二十一點三趴 你現在既然又蓋牌又幹嘛 然後你要來台灣搶我們的工作嗎 然後另外呢 他要重返九二共識 他要重彈ECFA重啟服貌 全球供應鏈重組 都要從中國撤離的此刻 國民黨的經濟政策 是重啟服貌 跟世界的趨勢實在是大不一樣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要看到最新的內容 賴清德跟蕭美琴 錄了一段LINE的語音 現身催票 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告訴大家 在這裡先來跟大家講的 今天出來的這個 2024的網路溫度計 你可以看到柯銀沛 他在溫度計當中是聲量最高 可是賴消沛卻是所有手頭獨當中 好感度冠軍的 那手頭獨就是年輕族群 那今天賴清德跟蕭美琴 有個最新的LINE官方帳號公布的影片 2024這場戰 攸關台灣穩盪的這麼一役 他們這個說法 而接下來賴清德說 下一個蕭美琴就是謝沛芬 所以蕭美琴回到台灣之後 第一個要幫忙就是謝沛芬 要站上王侯威 在這個民進黨的中山 北嵩山地區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LINE的內容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來看看小麗媛怎麼說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小麗媛怎麼講 小麗媛呢 他是在東洋經濟線上 發表了文章分析副手 他說民進黨的副手蕭美琴 在外交上有貢獻 是英賴橋樑 趙少康是外省籍來鞏固深藍 但是很難吸引年輕人 吳欣盈他就是知名度不夠 如果獲得40% 或者有時候34% 都有勝的可能性 好我們來看到 剛剛侯友宜最新的說法 明天見 謝謝大家 也有很多的支持 每一個人在每一個人的